人類 往往對一些神秘 科學又解釋不到的東西 特別有興趣 而究竟這些鬼神之說 有存不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呢? 逢星期四晚 十點半到十二點 MIHKTV經歷頻道 主持人 潘發光師傅 替你踏上這條萬鬼頻道 到了第二節的萬鬼頻道時間 依然有我潘發光和旁邊的嘉賓 大家好 剛才上一節 沒有看的 浪費了 已經說得很激情 很精彩 現在 講回以色列 你看到的樹 剛才說的樹 看得都很清楚 它很短時間 我想一秒鐘左右 時間是一秒鐘 但我們感覺到很久 因為其實可能是在另一個空間 但我看到那幾棵樹 真的有 樹精 我看到很多 天使的光 天使的光 就是天使的光 其實這棵樹裡面 可能已經藏了一個天使的形態 或者守護在裡面 因為這個是耶穌 被拉出來 而且耶穌那時候 也曾經經經常講道的地方 噢 所以變成這樣 就是這樣 為什麼會有天使的形狀呢 我在想 和耶穌是不是有拉肚 真的有拉肚 除了這裡之外 有一個地方 都是屬於 在以色列這些地方 都經常有耶穌的足跡 在耶穌另外的聖地裡面 好像說你也有些體驗 因為我們都會有去 他們顯神跡的地方 加利利湖 或者加利利海 那時候耶穌就在這裡收到第一個門徒 而且曾經在這個海上面 好像我們摩西那樣 摩西一位道綱 耶穌就在湖面上面走 平靜風浪 所以這個湖是平的 而且在那裡拿聖彼得的魚上來 吾饼魚 就是在那裡拿的 就是走第一個神跡 不是在那裡拿的 但是在那裡走神跡 還有那隻魚叫聖彼得魚 就是在那裡提醒的 它分五餅魚就是分那種魚 分五餅魚就是那種魚 叫聖彼得魚 聖彼得魚 我們包船 那些船家當然是唱歌 跳舞 有很多提示 問一下聖彼得魚 那些石 其實主要是 猶太教和基督教 寫了一些符號 走到中間 就突然有一個客人說 哇你看看那邊 我說什麼事 通常領隊 當然是在一邊上網 看一看 看一看 真是天上的雲 出現了一陣形 你們經常看 概念天使就是這樣 好像M字 其實如果你看回 古老的宗教 天使是這樣的 是 它出現了一個天上面 即是你變成了 好像有一點蝴蝶式 是的蝴蝶式 接著有一個聖光 一直拉下來 照著那個湖面海 這麼厲害 即是你看到這個景象 看到這個景象 很多人都看到 團友都看到 好像說你有些相片 看到嗎 我拍到的 應該看到的 我們播一下 以色列的相片 就不關咪介紹一下 好啊 好啊 先播一下相片 這個呢 這裡就是那個 嘉莉莉湖 就是剛才說的 是的 就是這裡 因為其實它很大片 你看到兩邊上去 下回來 下面 因為現場看 你會看左右兩邊 即是它太大 很大 另外這個聖光 是由這裡下 接著在前面再下 再下到我們的船 那裡 哇 那麼厲害 那我就插 大家也插完 後來之後那個光 就一直走過來 途了 這個就是這個 加莉莉湖 或者加莉莉海的地方 這樣也是在上面 走過 平定這個湖的風浪 這麼厲害 原来有这个神迹的 就像我们达摩的一位道纲 第二幅呢 第二幅先看看 这个就是夏世曼利园 就是我们主要在这里参观 但在它另一边就有一些树 就是那些树 2000多年 有2008年历史 它比耶稣还要早几百年 早几百年 我们进去的时候 就会由它后面进去 经过就会看到 那些树有光的出现 他们比耶稣大几百年的年纪 因为差不多大了 500年 耶稣都是 2000 218年 ok 这个就是 最后耶稣被钉十字架 就落下来的那块石板 有一些红色的 就是说耶稣的血 这块是石来的 是石来的 红色说耶稣的血 很多教徒都会亲问耶稣的 但是它本身 我不是掃过 当然是无礼貌 我们每次都要看一看 但是这样的时候 就像有一些微电流 就是我们叫法 微电流的东西 在这里流过 在这里流过 当然教徒就会亲问这个 那我们就看一看 有些微电流 因为其实我去很多地方 譬如埃及博物馆 做木乃伊的床 或者埃及博物馆 有一些雕像 我经过都会有 某些好像微电流的东西 这些我叫做 有feel 有电流 好像有些磁场 类似的 就像手进入 那个子晶洞 那种感觉 ok 这些呢 这个也是刚才那个 加利尼海的地方 ok 那个呢 看看有没有树 对 这些橄榄树 这里就是那些橄榄树 是的 有二千万年历史的橄榄树 哇 我走 白色的一条路 我们这样进去 进去 进去 就会看到 在树的中间 你会看到一个发光的零在这里 是 很短暂的 是的 那也看到 再说 都是这些橄榄树 都是这些橄榄树 是不是这一排的 这一排的树 这一排是很古老的树 二千八年的树 二千八年的树 然后呢 好了 回来了 这样呢 真是厉害 你这样起码带我们看到 以色列旅游点 我们已经看过 听到阿博 介绍了二千多年的树 以及耶稣 躺在那张石床 躺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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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因为其实大团也好 就去了很多 孤灵精怪的地方 是的 见识多说 有时候 我们在香港 未必有可能看到 或者见到 或者摸 也未必摸得过 而且不一定是有鬼 是的 因为有很多 尤其是有些希腊地方 或者古老宗教 有很多地方 所谓的神域 有没有有遇到的 有 有 他们那个地方的神 或者一些的神迹 或者一些显然的沟通 教堂是最多 是 因为教堂有些 很大的 Cafetal 即是那些 座堂 即是有主教在那里 通常有很多主教 躺在那里 嗯 很多教堂 入到去的话 你会 其实会有很多 我 应该怎么说呢 我就 我就去过外国的教堂 只要说 香港 有些教堂 就不会藏人在那里 外国就会 但是 即是我不是 我竟然有些教友 也说得罪 我也要说 我的感觉就 比较陰 在那里 是啊 感应就是陰 有些教堂 是的 但是有很多教堂 譬如西班牙 或者罗马 嗯 很多教堂 旁边 都是 都是擠棺木的 是的 是的 是擠棺木的 那变成了有些主教 可能你已经促成了的圣人 甚至我们那些教堂 有一只断手在那里 一只手 因为当时 他说是真手 真手来的 是被人斩下来的 接着这个 即是犧牲者 手擠在那里 但是手是 干了的 即是擠住他 他又没有擠在那里 但是 那会没有了肉 他有东西擠住 干了 只这样擠在那里 是西班牙的教堂 另外还有些是 圣人 但是你看到 好像是纳莎姨 那样的 他都擠在那里 找东西擠在那里 应该是塗了香料 那些 那些手 是什么事斩下来的 这个是一个教徒 因为是罗马军来的时候 他不知怎样 是新教 把他斩下来 斩下来 很久了 即是家法 那些时候是迫害基督徒 是的 犹太教 你说犹太教 犹太教 犹太教是更早的 犹太教是否 当然被耶稣做的 是他们本身之前的教 可以这么说 犹太教 后来已经衍生到 耶稣出世 然后开始就有 天主教 然后有基督教 犹太教 犹太教 另外有东正教 犹太教 犹太教 这些是否都是以上帝为主 犹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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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书 摩西 那些 那些很复杂 犹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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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人都听 全部最多的就是乡主教 你去这么多地方 去到譬如欧洲或者东南亚 你说东南亚比较少一些 我们讲一下比较是一些西方 著名一些或者是英国 美国之旅的 英国就最多 你经常去英国的 就是你经常去英国 最多的古灵精怪 有个嘉宾问有没有拿布看 古斯布是没有的 是在刀灵那里来的 就是拿不到的 如果在英国玩的话 英国人就不怕鬼 他很多地方会标明 这个餐厅最慢鬼 或者你在伦敦拿一个 市场游戏会介绍 哪个地方最慢鬼 哪间屋 甚至乎你去到 伦敦堂 就是英国最古老以前 就是现在白金巷公 但白金巷公之前 他们住在那个皇宫 就玛丽 就是皇后 就被人斩了头 经常都说 他在哪里出现 在哪一个位置 那不是真的 写到明的吗 写到明的 那你不妨去看看 去牛津也有 牛津晚上8点多 就有个叫做 Catch Go Tour 就是捉鬼旅行团 他就会教你 带你去牛津大学 在一个学院里面 导赏团 这间学院 因为很多学院 以前是私人大宅 发生什么事 死过 有谁鬼魂 很多英国殖民地 澳洲有 英国有 还有很多餐厅都是 好像 我听别人说 都是 常常都有的 爱丁堡都是 爱丁堡有一间餐厅 说明的 很猛鬼的 那些屋 一说到 一上 就上到1200年 很狡猛地 我们住过 很多间酒店都有 有一间酒店 都 五星 我们全部住在酒店 都是五星的古宝酒店 那些反而是更猛 新的四星 就是新屋 这些全部都是 越古老越五星 是的 那些什么 Savoy Landham 文化东方 那些 出名的 那些全部都是 超过200多年历史 300年都有 当中哪间 你 每一间都有东西 其实这么久 有一间就很出名 L字头 其实上网上都查到 上次我的客人住 就跟我说 最猛 我住这家 哈哈哈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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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好嘛 豪华酒店 通常都是这样 英国的豪华酒店 听错了 英国的豪华酒店 通常都是上到 200年以上的 那些酒店 其实也有很多 古灵精怪的 因为 它很久 曾经有很多工人 在那里做事 我们也试过 一班同事都去做事 早上起床 去看看早餐 看到有人清洁 即是 旅行酒店有很多镜 这些镜都是过八年了 因为它装修完 把古老东西放上去 只不过一间酒店 翻身过水管 地毯 床 然后同事说 Good Morning 然后有人问 他跟谁说话 后面 射镜说话 其实后面没有人 后面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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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不是 转了楼梯 那条楼梯很长 然后知道什么 然后就掉位 但我们那几天 都在镜头 因为那些镜头不是平的 那条楼梯就掉了 有弯位 有些镜是这样的 就整条楼梯的镜 一路过 有时镜和镜之间 会看到 拔直脚 判骨生 在做事 大明明就没有人 其实应该很多 他有他做事 他在他的空间 在他的意识 都仍然在做事 你有你的空间 有你的意识 没有事 他也没有事 不算是黑的 不是他给你看的 你刚刚看到的 除非你说在洗澡房 在镜头看到有人收拾东西 但又没有人 你就可能会很害怕 否则就不用你了 不理的 甚至乎 或者半夜你会 有一个 不是这一次 是另外一次 是 就是英国住的 是有一个客人 跟我说 他跟我说 他说酒店是否干净 我说很干净 他说不是这个是否干净 他说他睡到三点钟 觉得有人 在他的房间里 收拾东西 是 但起床又不见有人 但是他再闭闭闭闭闭 因为有人动会知道 又有东西 就是他这么说 我当然说 你累而已 或者可能 可能是 心理在用 因为始终很古老 这些酒店 还有我见过一间酒店 就是个钟 钟很大 那些摆钟 那些摆钟 因为我觉得那个钟很不妥 我转眼的时候 都觉得古灵精怪 而且我感觉到那个钟 有点东西 没理他了 即是寄居了那些东西 我到第二天 晚上走完都回来 把我摆 当当当 当得多当 我看到当当 变成人头在那里当 就是闪一闪 接着之后 我不理他了 古老酒店一定有 最后也没有什么发生 就是看到头 摆了几下 是的 没什么 只不过就是 有一次就有 一个包团 发生了些事 是什么呢 是 就是 老爸跟儿子 下去吃早餐 妈妈在房间睡觉 吃早餐之后 回上去 而我老爸就打给我 妈妈 我要换房 我说什么 什么事呢 不方便说 那就知道什么事了 为什么跟他这些位置都说不方便 接着 他拿回铰匙 接着 我说敲门 我说 没有问题 可以跟你换房 开了门 开了一半 伸出来 接着 我看进去 看到一男一类的阿公阿婆在那边 嗯 但是阿公阿婆是升到很高的 那一定 贴上花板的 贴上五对路的 但是他儿子就在那儿跟阿婆在那儿玩 接着他妈妈就在那儿收拾行李 趕着走 那这两个是西人 西方人 西方人 19世纪的服装 哦 即是还要是古老一点的 古老一点的 那下来之后 会不会掉颈 什么事呢 不是这样飘在那儿 即是凌空飘到都挺高的 都铁顶 其实楼底不高的 因为只有八尺多 八尺楼底 哦八尺楼底 即是说 脚已经在那儿了 其实我看不到脚 因为他遮住了 接着出来之后 他就问我 你见到什么 我见到一男一女 是啊 在我老婆耳边唱Opera 他老婆去吃早餐 嚇到他死 接着换房 换房之后 因为他那间房一定 我们出车 经过他那间房 才经过另一间房 那整班人都会认识的 这四十多人 哇我经过这间房 很害怕 他就问我 不要紧 他在里面的空间 哈哈 他在里面的空间 不是啊 他搞他老婆 他明唱给他听 他明吓他 他不是 他的空间很简单 可能唱歌给他听 哈哈 喂 他唱的是鬼佬大戏 是吧 就是 是的 是的 但是我知道那两个位灵梯 出不了的 好像第博灵 绑住 绑住在那里 出不了的我就照过了 你住三晚 我就照过了 他有他的 住隔离两间房 我两个说要求换房 隔离都要换房 隔离都要换房 怕他走过来窗 都有换到给他 可能在酒店都知道 其实很多酒店都知道 因为我住过很多酒店 一说换房 就立即跟你换房 其实你做了这么多年 知道哪间房 哪里有 其实 如果配到是你住呢 不会的 都要住的 其实有些房我们知道的 比如说 你知道心照的 晚点有人投诉 或者有人跟你求救 他会找你的 那会不会说 转房 我通常跟酒店说 这间房子不要住 现在没有位置了 那就是你跟他住 那你怎样 通常我们的房子 都不会同一层 但是 真的他有东西找到才算 也通常不会太激烈 除非扔了个上天花板 扔了花下来 他很害怕 在这里看着你 如果这么大件事的话 就要跟酒店说 是的 我们都试过 或者搬到床 坐在床尾 那些真的很害怕 但是那些酒店 就一定知道的 如果去到这么厉害的话 通常你再吵 酒店都会给你房子 但是你又不可以 无端端说 我觉得有东西 我带过某些团友 我不要住 我感应到不行 我不要住尾房 不要住尾房 是的 就要讲尾房 冷知识一下 那些人经常都讲 美房是很有东西的 不要的 其实是不是有关系 以你这么多年 在外面带传的经验 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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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就觉得 我先说 我觉得 如果是有东西的 不是一定是美房的 那间房也有 那间房也有 那其实 为什么那些人经常说美房 其实美房不是多些呢 机会呢 我又觉得没有 回到头房也更多 哈哈哈 你们听清楚了 所以有时 那些资讯的东西 一个传一个 就觉得 美房不好住 美房不好住 因为美房 因为美房走得很远 可能美房不好住 够正局的 还有美房都会大一点 是吗 是的 两边窗 有些酒店的美房 就近一个走火楼梯 其实还好 有什么事走得快 走得最快 如果在中间 头不触美不触 中间那个 还有那些酒店 有些酒店是圆的 是的 圆形 那你 哪个人是头尾 还有那些酒店 它不是头尾 它的酒店是这样 好像一个X型的 那你说 这里是美房 还是这里是美房 还是这里是美房 他跟着那把去 所以就没得说 最大的 去到那边最大的 但是又有四个角 所以没得说什么美房 是的 只不过就是传说而已 是的 我觉得就是 另外一个冷知识 你先破解了这个 另外一个又来了 敲门 进去 还有 我快说多了 被鬼窄 拖鞋 不要这么摆 要怎么摆 是怎么摆 才为之 都是要有的 要有就 你怎么摆也有的 我们听一下Mark又怎样 Mark先生又怎样说 有些人就敲门 哎 什么借借 那些 我就不说的 我也跟很多朋友说 不要跟他说 不要跟他说 敲一下 可以的 我通常 要是敲三下 就算给他一个认知 我通常敲三下 天地人 敲三下 要是不敲 我通常不敲 我一插箱卡就开门 但有时怕他走不及 大家看到 我知道 通常在门口都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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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有风 每风吹出来 比如我在这房间 测过一两半而已 无后不错 但我素质就行 那投行完后 看过没有东西就行 我一个 fazer 我試過這樣 插一張卡自己跳出來 跳了三、五次 那就換房間了 我沒有換了 念就語 譬如我們幾個人 你選哪一間 這間 我選了這間 我不管了 我只要敲門 我不會說話 說麻煩什麼都不會說的 我敲門的意思是說 我開門大家都不要充分了 我有洋人進來了 一開門 一開門就沒事了 一定是插卡 插卡 你這個人就走進去 它跳了出來 怎麼搞的 跳了出來 再插它 又跳了出來 這張東西是這樣的 當時我敲 並不是我敲 並不是我插的那張東西 另外旁邊那個人插的 那時候我就說 給我試一下 拿一張卡來 一插就可以了 我也試過 這些是不是有些東西呢 我也試過跟朋友同房 其實那次真的在南非插幾張卡都不開 叫了一個House Keeper過來 又不開 我說不如換房吧 因為我這個朋友又是比較死眼派 我說不信邪啊 插到他得為止 插到他得為止 一開門 一陣風吹出來 很大風吹出來 但是沒有窗 窗是閉上了 我說換吧 沒有理由 有這樣的氣流在裡面 沒有可能做到 然後洗澡房間有一個玻璃瓶 我走進去 啪到地下 玻璃水架多了 我都說換房了 現在我當災了 即是發老闆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學了一管鬆一點 他整掉玻璃水架多了 我沒有辦法 如果他要走的話 如果他掃掉了 我都是選的 不過是少許而已 意思就是說有一個示威式 即是不發老闆 我就說 最傷害是你的了 跟你同房子整損式的 我不行 我跟酒店投訴 upgrade房間 upgrade 轉房間 好吧 第二節就完結了 時間真的很急 精彩的事情很快就完結了 還未完結了 還有第三節 不要走開 稍後回來見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級賽馬方程式的節目 我們會以全身的角度 用體育角度 經濟的角度 去教大家欣賞賽馬 希望你們可以更加 對賽馬運動 拼棄了以前的舊觀念 去重新認識香港的賽馬 Michael會在一級賽馬方程式的節目 跟大家用一個競技的角度 去分析賽事 去教大家如何欣賞騎師的騎工 以及分析不同的賽事資料 當然這個節目也會給大家很多臨場提示 讓大家可以在欣賞賽事之餘 亦可以賺零用錢 一級賽馬方程式是一個收費節目 月費488元 如果大家有興趣訂閱的話 請到MIHK.TV的網頁 或者去Facebook 搜尋一級賽馬方程式 聯絡我們的同事 是可以訂閱的 經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現在上來這個網址 就可以訂閱我們八大頻道 付費之後 還可以充滿所有精彩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